下一個我們看到比特幣上週暴跌的分析 來自Glassnode的研究報告 比特幣這波下殺到這個26000的基層位 那大家可能就會想說 到底是誰在賣啊 那根據Glassnode的這個數據 我們發現說 aber什麼都比特幣的 codes 目前又來到了歷史新稿 哈囉大家我是腦哥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幣圈周報 幣圈周報是每週一晚間七點上線 為大家整理一週加密貨幣市場焦點新聞系列影片 我們有三個單元 上週焦點為您整理不容漏結的熱點新聞 關鍵圖表提供機構與鏈上數據分析 而在本周前瞻 我会分享现在这周 值得留意的消息与币种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快先来关注一下上周最大的新闻 币安与B&B的危机 好上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继上上个礼拜 比特币跟所有加密货币跳水之后 大家基本上都是持平 没什么交易量 但是币安币呢 却直接又继续下杀一波 甚至直接到接近200美元一颗 是2023年以来的地点 记得那个时候 其实社群就有非常恐慌 也有各种对币安不利的新闻 其中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这个 全球支付巨头及切割 Visa Mastercard终止与币安的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都知道现在币安在全球监管 尤其美国来说 都是越来越不被喜欢 这也连带着让很多传统金融的大型机构 开始跟币安切割关系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全球两大发卡组织 Mastercard跟Visa 皆已结束与币安交易所的信用卡合作伙伴关系 与这家受到全球监管机构威胁的加密货币平台 保持距离 这件事情是在这两个月之内发生的 那除了这两家之外呢 这一间原本跟币安非常友好的 叫做checkout.com 也终止了跟币安的合作 他们曾经是币安的最大客户 对这家支付公司的崛起半年的重要角色 但这间公司的发言人现在却说 数位资产 也就是加密货币的客户 仅占他们集团总处理量的个位数 有点像我们一般散户 牛市的时候就说 加密货币好棒啊 投资啊什么之类的 可是熊市的时候就 哦就是棒打落水狗的感觉 但是事实上这些比较偏基本面的消息 对币价的直接的打击是不会到太大 这个会在关键图表比较详细的讲 近期以短线来说 因为我也是个B&B的持有者 我最担心的其实还是这个 已清算30万B&B 黑客账户还会造成多大抛压 就原来这个礼拜币安币的抛压 是因为某一个去年10月的骇客造成的 去年10月的时候 有一个骇客透过B&B的跨链桥 这个BSC Token Hub 它的漏洞窃取了200万枚B&B 价值约5亿美元 那他去了币安智能链上面的借贷协议 Venus借出了约1.5亿美元的美元稳定币 那如果有人不知道这个操作的话呢 这个是骇客 因为他知道他偷了这个B&B 他这个钱包就被锁定了嘛 这一笔B&B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是黑钱 所以他就在借贷平台呢 以它作为抵押 有点像你拿你的房子去抵押 然后借出现金 那你的现金就可以随意花用 人家就不知道说 那个现金是脏的还是干净的 因为那个就是别人借出来的现金 动不住他 那他就做了这个操作 所以他借出了1.52亿美金 如果说今天你拿房子去借钱 在房子跌到接近你借出美金价格的时候 那个房子会被法拍掉嘛 那这个在金融上面叫做清算 那一旦去法拍 大家都知道法拍物它跌会更快 如果说B&B像法拍物一样 被这样子清算卖掉 就代表着短期内现场上会有大量的B&B杂盘 B&B的币价就会大幅下跌 那市场就是担心这件事情如果发生 或像当年FTX的平台币 FTT一样 有死亡螺旋 让B&B非常的惨 所以大家就提前卖出嘛 但这样的危机是有可能发生的嘛 这个叫做ZKHopium的推特网友 写了一篇非常详细的分析这次的事情 他说近期对于B&B在VNUS Protocol上面的清算 有很多错误的资讯 所以他这边做了一篇推文把它整理 总结来说这个恐慌其实没有太多基本面的基础支持 而且B&B要被市场大量砸盘的几率也不高 当然他说这个不是投资建议啦 那因为B&B毕竟是现在全球第三大的加密货币 所以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主要的原因是这样 虽然说在VNUS Protocol上面 它这个清算机制有点像法拍物 可能会让B&B的价格突然大跌 但是其实B&B在去年10月的时候 他发现说这个骇客在VNUS Protocol上面借出这个钱 他就在VNUS上面做了一个提案 他说未来如果说这个骇客的这个B&B要清算 只能让白名单的人 也就是币安这边出一个人来清算他 也就是说这个法拍物不能在市场上随便砸盘 没有办法砸这个B&B 所以其实即使最后这个B&B在市场上清算了 他也不会砸到太多 并且为什么他不可能像FTX造成那样的问题 是因为FTX是把用户的几十亿 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资产拿去自己乱用 那币安这个即使清算也才一点多亿美元的问题 而且部分资产已经被清算回来了 所以并没有像很多社群谣传的那么恐怖 那很多人也会担惊说 如果会发生清算的话是在哪一个点位 就是币安币跌破哪一个价位发生清算 会让B&B有可能雪崩式的下跌 他这边也用了一个报表算出来 差不多会是在196美元一颗的时候 他的误差值可能会1到2%的偏差 所以说如果B&B最终还是跌到了196一颗 他可能会再引发下一波下沙 可能会再一次跌个5% 6%左右 因为像现在B&B的币价是已经有回弹到 差不多210多左右 所以如果再下沙下去的话 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这是这个点位 但整体来说这起事件会不会造成太大的危机 据他的整理应该是不会的 那除了币价消息之外 币安在上个礼拜也丢出了另一个震撼炸弹 币安也推出根单交易的功能 9月中他就会完整上线 因为其实跟单交易在币圈一直是一个 评价非常两极的一个玩法 因为很多人可能因为跟单 你跟到一个错误的老师 跟到一个错误的代单员 他账面上的数字成绩很好 但你怎么跟他怎么赔钱 所以很多人觉得跟单就是割韭菜 但是其实他就像是 很多人觉得合约交易就是割韭菜 很多人觉得加密货币就是割韭菜 其实资产跟工具本身是中性的 就是我们作为用户 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胜选那个代单老师 怎么样去配置我们自己的资产 不要看他盈利率好像很高 就特别的相信他等等 那我之前在这部影片有比较详细讨论过 你选跟单老师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哪些陷阱 那无论如何多几个平台推出这样的功能 其实就是让市场上多一些竞争 那当然市场上越多竞争 如果其他平台有瑕疵的话 那用户也可以找到更好的平台使用 所以我觉得全球最大的币安加入这个战局 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下一个我们看到 泰国Facebook恐召关闭 加密货币等多种诈骗投资广告盛行 受害者超过20万人 这个其实我心有七七言 做一个YouTuber 我在YouTube上面看到太多的那种 其实一看就知道是诈骗的广告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YouTube 或者是像Facebook IG这些平台 没有去阻止他们的发生 或者是有一些新闻网站 他们上面打的那个广告 其实一看也是诈骗 为什么不阻止 是你看不出来他诈骗吗 还是说他真的给的钱很多 我不晓得 但总之泰国政府好像不满意 观众朋友常常对比方说网红 如果你去业配某一个产品的话 不开心 但是如果你看着新闻网站 他的角落放了一个诈骗的广告 你不会介意那个新闻平台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现象 所以让这些 无论是新闻平台 或者是社交媒体平台 比较不会care这个点 但是泰国政府care了 由于过多的诈骗投资广告 泰国Facebook有可能于7天内遭到关闭 据统计目前有超过20万人受害 总损失超过100亿泰铢 当然我觉得在一个平台上面有诈骗 你就要关掉它整个平台 这个手段好像也有点太过暴力了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看之后会不会有其他国家政府跟进 或者是Facebook公司Meta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有趣的是他刚刚提到加密货币诈骗很多 但是泰国没有打算进加密货币 相反泰国新总理赛塔 还要送出web3大礼包 16岁以上的国民 会发放1万泰铢的加密货币 这位地产大人赛塔 在22日正式当选了泰国的新任总理 值得留意的是 他自己也是一名活跃的加密货币投资者 他所处的维泰党就证实说 他之前在选举期间发下的豪雨 如果选上要发钱给大家 他真的会实现 约300美元 这个大概多少 9000台币等值的加密货币 非常不错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每一周都在看到的事情 各国政府各国机构 无论他们对于现在的加密货币市场 有哪一个交易所他们不满意 有哪一个机制他们不满意 他们对于这个产业的整合跟前进 从来没有停下来的 或者说越来越多 本来就支持加密货币的人 现在是登上了国家领导人 或者是机构领导人的位置 所以非常令人期待加密货币的未来 那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 所以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迷因 就是说脸书上面加密货币投资诈骗太多 该禁止了 那你就觉得说是不是要禁止加密货币 结果他要禁止的是脸书平台 这个就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在2017年的时候他们都非常讨厌虚拟货币 但是在现在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已经不是该禁止的 要用其他的方式 无论是监管或者是绕道 确保区块链在你的国家 能够正常发展的情况下 保护你的国民 那其实我发现说币圈有很多有趣的新闻 你如果用迷因去用它也蛮有趣的 那币圈的迷因文化其实蛮顺行的 我不晓得我观众里面有没有多少人是喜欢迷因的 或甚至你有在自己做迷因 如果有的话呢 欢迎每周现在可以投稿 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企划活动 如果说你这个礼拜看到一个新闻 你新有七七愿你想要做一个迷因 奉执他 你想要做一个迷因去阐述你的观点 你可以做出来然后投稿在这边 如果我有笑了 我就有趣 我可能会在下个礼拜的周保给你一个shoutout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作品 就是一个小品这样子 欢迎大家在这个无聊的熊市共享盛局 那说到迷因 很多人其实也是靠投资迷因币致富 当然更多的是投资迷因币的亏钱 佩佩丑闻暴跌21% 多签钱包恶改规则 团队转出16兆美创办人的身份被捅出 这个是今年人气最大的一个新迷因币 叫做佩佩币 佩佩就是这只青蛙嘛 之前是狗狗 然后今年是青蛙 那很遗憾的是 他的创办人好像不晚了 根据加密货币KOL 这个Crypto Nadi监测显示 佩佩多签钱包突然更改规则 他的预值从要求8个钱包中5个来签署交易 改成只需要2个 消息传出后引发社群的恐慌 并且直接就16兆美PayPay 约1550万美元 流出到外部的币纸 流出到了币安想要卖掉 流出到OK想要卖掉 流出到了Bybee想要卖掉 那这个其实是所有加密货币投资人 必须要注意的事情 今天你去买这些小币 你当然有可能赚钱 你如果赚钱了 你当然可以开心 你当然可以炫耀 但是你要知道 这些迷因币尤其是匿名项目的迷因币 尤其是那些一天可以涨个100% 200%的迷因币 这个绝对是投机 绝对是短线 你绝对不要抱着他 认为说项目方就会跟你一起撑到牛市 这个幻想的成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那PayPayPay我想在这边就给大家一个很好的警告 而且这个你没有办法找他负责 你怎么找他负责 没办法 也许有一个方法 就是如果你知道说这个创办人是谁 你也许可以把他揭露出来 然后你可以开一个TwitterSpace在那边跟大家聊天 有一个叫做Poly的人直接公开了PayPayBell的团队 是一个住在美国凤凰车的摄影师小哥 然后他们开了Space在号召大家举报SEC 所以大家如果有难去割韭菜 不要割不要割 你会被抓到 下来我们看到Coinbase入股Circle共同发展USDC生态系 前阵子因为USDC曾经一度脱钩到0.93美元一颗 后来它的市占率就越来越小 大家听到的稳定币好像就是更加相信USDT 但是USDC毕竟还是美国最正统的 而且它现在又有了Coinbase的支持 我们都知道它是美国最大的交易所 也是美国现在唯一的上市公司加密货币交易所 有Coinbase的支持 相信USDC其实在美国能够发展的就是更顺利 以它现在的市占率 我觉得也是被低估了 所以现在USDC支持哪些项目 可能也是我会想要注意的东西 比方说这篇USDC贝偶公司Circle 它的创办人Jeremy Eller就分享了说 他要把USDC部署在这6个新的Layer1跟Layer2上 哪6个呢 分别是Coinbase的BaseLayer2 Cosmos的Noble Near Optimism Polkadot 还有Polygon 在10月份它就会部署完成 其实如果链上的稳定币越来越成熟 对于一个供链的生态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其实可以期待一下它们后续的发展 尤其是Optimism 因为这个Base上线之后 我们每周都在讲这两个币 为OP生在梳理新标准 Base与Optimism共享智力与收入 6年内最多得到1.18亿OP代P配额 那我们都知道Coinbase的这个Base链 它现在也是一个冉冉在起的全新Layer2 它是打造在OP stack上面的链 也就是说它跟OP币非常有关系 因为Base没有发自己的币 然后我又很看好它 我就一直在想说今天我要投资它 我到底应该投资 结论的话我们前几周一直说 就是ETH跟OP ETH是因为Base上面使用的Gas fee就是ETH 那OP的话就是因为跟它关系非常密切 这个礼拜又有新闻了 Base将会支付它收入的2.5% 或利润的15%给Optimism Collective 也就是说Base上面收到的Gas fee 会有2.5% 或者是它的利润的15% 会直接交给OP 那这个对OP当然就是一个非常利好 尤其是如果Base上面得交一辆持续的上升 那作为交换呢 OP会给它最多1.18亿颗OP的代币 在Optimism上面的投票权会高达9% 对我来说原本就是OP跟Arbitrum 它们是现在Rollup Layer 2里面的领导地位嘛 那现在OP多了Base 以及后面的Coinbase的靠山 似乎在这个竞赛的路上是跑得更快了 非常利用期待 接着我们来到关键图表的单元 紧接着我们来到关键图表的单元 开始讲第一个图之前呢 如果你觉得这一次的影片的声音有比较好听 那是因为我们稍微升级了一下设备 我换了一个贵沙沙的麦克风 希望有好听一点 然后也希望我的大舌头没有因此更明显 可以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一下我说话的声音如何 如果声音好听按个赞 先说好不准打脸啊 好 第二个图我们看到币安资金的流出情况 因为上个礼拜币安币大跌嘛 大家都在说哦 FTX的事情要发生了 那这个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看一下币安上面的资金有没有出逃 有出逃的话就是有可能支不抵债嘛 那从链上数据平台DeFi Lama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段时间币安的资金是处于相对平稳的 到我截图的时候 依然都还有600亿美元的资金在币安上 依然是妥妥的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尽管说消息面错综复杂 然后BNB确实也有跌过一波 但是从平台的安全性来看 应该是没有事的 第二个我们看到币安美国与币安的市占率 这张图是来自开口的数据报告 它表示了在美国本土的交易所的交易量 你可以看到最大的是Coinbase 从4月以来它也是持续的扩张 这个浅蓝色的是币安美国 很明显从4月之后它的份额是持续的压缩 尤其是在6月的时候 因为它受到了SEC的控告 开始几乎是规定的 这个也不太令人意外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币安国际的情况 你可能会觉得说币安国际 可能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因为好像每个国家都现在都不想给币安拍照 但是呢在这条币安国际的market share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币安国际版的市场份额 依然在全世界所有交易所里面 占据53% 超过一半的领导地位 而且所谓的尽管不喜欢他 似乎也不是对他领导地位最大的影响 反而是币安在移除了他的比特币零交易费的时候 市场份额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跌 所以这个也代表说 其实用户是眼睛很明亮的 你今天手续费便宜的话 我当然用你多一点 你现在手续费优惠拿掉了 我可能就会去选择一些其他平台 所以说我们下面连结都有币安交易手续费 终身20%折扣 还没有币安的朋友可以体验看看 划算的 下来我们看到去中区画 Uniswap交易量超越Coinbase 这张图来自Bitwise研究报告的整理 这里面浅绿色是Coinbase的交易量 深绿色是Uniswap的交易量 其实这个蛮震撼的 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说 中心化交易所的交易量 尤其是现货 应该是会远远超过去中心化交易所 那这个观点其实也没错 你如果去看20年到2022年 其实都维持这样的趋势 尤其在牛市的时候 2021年的时候 Uniswap的交易量虽然也比较高 但是Coinbase的交易量比较高太多了 可是你会发现在2023年 Uniswap 弯道超车 在第一个季度跟第二个季度的交易量 都已经超越了美国最大的交易所Coinbase 所以这个其实也证明了说 去中心化的时代真的在慢慢来临 如果你现在还不了解Uniswap 还不了解DeFi 你可能快要落后了 下一个我们看到比特币上周暴跌的分析 来自Glasnode的研究报告 比特币这波下杀到这个26000的支撑位 那大家可能就会想说 到底是谁在卖啊 那根据Glasnode的这个数据 我们发现说比特币的长期持有者 目前又来到了历史新高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长期持有者 并没有卖出这波比特币 而是都是短线的交易员 是这波下杀恐慌出售的人 短线交易者亏准半年来创新高 你可以看到这个红色跟绿色的部分 就是短线交易者在目前交易市场里面 他持有的比特币是赚钱或是亏钱 红色就是亏钱绿色就是赚钱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情况是lowest 就是自从今年3月的大量卖出以来 短线交易者亏最多的情况 而3月的前一次亏这么多呢 你可以追溯到当年FTX破产的时候 而今年3月跟FTX破产的时候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当时其实就是比特币的低点 你看3月的时候立刻比特币就拉了一波 而FTX它破产其实立刻也就是足了 加密货币市场的底部 当然这不代表说现在币价就会直接反弹 现在其实还是有非常多 让人相信短期内币价没有要涨上去的原因 但是这个图能够告诉我们的是 真正的大户 真正的长期持有者 现在是没有在管这个短期的币价波动 他们其实就是一直在存他们的比特币 没有在care短期的价格 本周前谈的部分 接下来这周如果我要关注某一个主流币 那会是以太币 原因无它 SEC有可能会同时批准多档以太方期货的ETF ETX谷底大反弹 这个可能批准的时间不是下个礼拜 而是最快是在10月12日 但是根据K33 Research的报告显示 之前比特币期货ETF通过的时候 大约前两个月是比特币暴涨最多 而10月我们现在回推两个月 其实就是8月这个时候 所以说如果这个消息要开始发酵 其实这几周可能就会有感觉 所以接下来持续几个礼拜 我应该都会特别的关注ETH 还有OP 我这每一周都一直在讲这两个币 希望说他们真的能够 在接下来这个雄伟能够表现得比大盘好一点吧 大盘我指的是比特币 那除了利好的币以外呢 也有一些是比较有利空消息的 就是即将大额解锁的币 接下来这两个礼拜 比较大额解锁的币包括OP 它会在8月30号的台湾中午12点解锁 前几次这种大的解锁币 都是前一周可能会稍微拉盘一下 然后再砸 这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DYDX 8月29号的晚上11点 它有1亿4千万美元等值的DYDX币会解锁 持有者要留意一下 那除了币种以外 总体经济更要关注一下 9月1号 影片上下这周的礼拜五晚上 台湾时间8点半 美国会公布他们的失业率 上一次是3.5% 那预期这一次也是3.5% 如果说公布出来低于这个数字的话 那美国加息的几率就会更高 那对市场是不好的 相反如果失业率高于3.5%的话 可能对市场是好一点的 因为美国加息的几率就会小一点 重点是礼拜五 9月1号晚上8点半 币价有可能会有大的波动 要留意一下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周报的全部内容 其实这几周这样做下来 我发现我好像有点太偏心BASE跟OP了 你会发现我每一周都有一定的篇幅在讲这两币 我也想在这边问问大家的意见 你觉得Coinbase除了这个BASE layer2 会在未来几个月甚至直到牛市 都让OP stack这条layer2项目以及OPB得到更大的竞争力吗 你觉得是A 会 毕竟Coinbase可不是吃素的 还是B 很难 因为现在熊市期间再怎么样的利好都很难发酵 还是C 你觉得其实Coinbase跟BASE的关系 不会直接影响到OP的币价 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我分享 另外呢就是这个币圈迷音的表单也在下面 那我相信其实有很多人其实喜欢迷音文化 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迷音 我也放了一个连结就是 网络上有很多这种免费的平台 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用 就很有趣 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会自己做迷音 然后看一些IG Reels迷音的份专 然后所以进入币圈发现说币圈的迷音文化也非常的顺行 真的是非常开心 好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 别忘了按赞这个影片 比特币的币价才会涨 我是脑哥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